宣扬神功护体、刀枪不入的义和团,是一个松散的秘密组织,一开始反清复明为口号,后来,受到西方经济的冲击,华北地区的小农经济破产,义和团开始筹外,将口号改为扶清灭阳,慈禧认为齐心可用,便想利用其对付洋人,结果弄脚成拙,变成了庚子国难。 三背负的义和团士兵,他们绝大多数是农民,出来闹义和拳,自己承担旅途费用,还要带着干粮,行进在街头的全民,很多人是盲目加入,凑热闹,1900年董福祥的甘军街道之一到北京一带租房,义和团运动中,甘军的很多士兵加入义和团,成为全民,并参与为攻东郊民巷的外国使馆,杀死日本诸华使官等。 慈禧太后出逃时,董福祥率军保护,后八国联军强烈要求除此董福祥,慈禧不允许,只是将其撤制禁故家中,1908年病亡,得到朝廷利用的义和团,旗帜上写着亲命义和团,全民的这服打扮,像马戏团的演员,义和团全民在街头进行武术表演,以便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他们,所谓神功护体, 无非是傻把戏的那一套,后来叫做杂技和魔术,义和团没挡住八国联军,慈禧被迫宣布义和团非法,被抓破后,等待处决的全民,官者如赌,被日军俘获的义和团战士,关押在一所破庙里,被抓破的义和团,带着枷锁,等待他的僵士厄运, 处决义和团的一幕,义人抓着变色,义人从后面抓住双手,还有一人举刀,手起刀落,脑袋搬家,三关押在河北保定府兼牢内的义和团全民,三在天津,被美军骑兵六十捕获的义和团全民,等待显散,三在天津街头巡逻的义和团, 感谢观看